一名擔心媽媽他是靠著打零工 在撫養一對六歲的雙胞胎兒子 但是媽媽身體不太好 去年十二月二十號 這兩兄弟在家裡面 哭著說要把沉睡中的媽媽 揍醒但是媽媽一直揍不醒 當時這小兄弟是哭喊著救命 驚動到鄰居 鄰居替小兄弟開門 才發現媽媽已經因病過世 這兩位小兄弟頓時成了孤兒 幸好最後是由舅舅接回 說要代替妹妹 把孩子拉拔長大 都小而已 最小而已 舅舅看著箱子內 六歲雙胞胎子兒的衣服 都太小見 趕緊去買新的 不捨他們小小年紀 突然沒了母親 他就說媽媽和阿姨 阿姨就跟他說 媽媽就當小天使 去年十二月二十號 鄰居突然停到 兩兄弟大哭找媽媽 又發現他們家門前的垃圾 好幾天沒到 覺得奇怪 前去查看 才發現媽媽因病去世 你們在裡面 我看我問那樣發酒 我們這處邊的人 聽一下過頭看 我們媽媽都會搜問 就是隔壁開門起來之後 到那邊隔壁 聽到樓上看 媽媽一定沒心跳 有師搬出來的 應該是前天晚上就過世了 他們的媽媽生前 靠著打零工 一個人養兩個孩子 被社會局劣策低收入戶 每個月領友津貼補助 日前媽媽生病住院 幾晚出院卻每況愈下 被人發現陳氏家裡 如果沒有出兵發言 真的夭壽啊 他就說了 我問說 你們吃什麼 他說我就吃那個餅乾啊 冰箱布丁就吃布丁而已 發言之後 隔壁又拿小蛋糕 給他們吃兩個 我們通通主要發現的時候 是因為小兄弟 他們著急 那叫媽媽他叫不行 那向鄰居來求助 兩兄弟的監護權 目前改為舅舅 舅舅經濟狀況穩定 無需對外募款 只希望未來能給孩子好的教育 拉拔他們長大 記者旅門發行 重聞高雄報導 總統 今集交到 總統 都很想叫